风暴越演越烈台中市实安处 二十三日前往龙景区的一间食品厂 来抽验香辣猪肉干 还有香辣猪肉丝 那么发现呢 里头有使用红辣椒原料 检出苏丹色素三号 二十PPB 但法规标准是不得验出 与日前新北市政府查获的问题 必要不同 为慎重起见 人抽验送第三方公证检验单位检验 检验结果出炉 确认检出苏丹色素三号 台中市实安处查出厂商 一共进了三百二十五公斤的红辣椒粉 已经使用七十三公斤来制成香辣猪肉干 以及香辣猪肉丝两项产品 一共是有六千七百三十九公斤 那么主要销售到台北市 新北市桃园市等十五个县市 现在台中市的卫生局呢 除了要求产品下架回收之外 也同步要求四十二家下游的业者 来比照办理 那么台中市府呢将会持续扩大 追查问题的辣椒粉 来保障民众的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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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